大家好,我是冬英走橋的鮑勃 距離東京搭乘新幹線只要1-2小時的新細線 除了有超級好吃的米飯 以及海鮮 世界級的滑雪場 還有跟大自然合而為一的藝術品 清酒 歷史建築 花魁服裝體驗 哎呀,反正真的很好玩啦 我們就來看看新細線的三天兩夜遊吧 搭乘新幹線一早就來到新細車站 乘坐巴士以及走路20分鐘 我們來到江戶時代為日本三大花柳街的 新細谷頂區域的Studio Clan 來場花魁的Cosplay拍照體驗 Bubble半花魁可能讓大家直接退訂閱 我們請可愛的助理幫他們體驗囉 整個體驗大概兩個半小時 包含製裝、化妝、拍照 如果你在日本有和服體驗的話 那應該也會喜歡花魁的體驗 雖然花魁體驗複雜許多 但拍出來的成果絕對可以讓你回味一輩子 體驗完花魁Cosplay 我們走路或是搭乘巴士 大約20分鐘來到了Pia萬代 這一區可以說是新細的美食市集 我們現在中餐來吃港食堂 這邊是以肉料理跟鮮魚料理為主 那我們這邊的特產南蛮 你先來看這個肉就非常非常新鮮的感覺 那聽說它的蝦膏是呈綠色狀態的話 就代表特別的新鮮喔 吃完中餐後 我們就在Pia萬代吃個甜點吧 來吃吃苓木咖啡的年輪蛋糕 先做熱騰騰的真的好吃 為什麼這邊有年輪蛋糕跟咖啡可以喝呢 原因就是因為雖然在魚市場 印象就是比較給高齡的人在這邊使用 那為了迎合年輕人 所以這邊就有了甜點跟咖啡店的存在 吃完中餐我們大約搭乘一個小時的車 來到北方文化博物館 這裡是大地主伊藤家族的豪宅 佔地約8800坪 主要建築面積就高達1200坪 共有65個房間 由於完整地呈現伊藤家族的生活原貌 這裡也於平成12年 被列為國家有型文化財 最有特色是大廳的日式塔塔米 由於走廊上沒有一根樑柱 所以開放感非常的十足 可以直接看到雅致的環遊市庭園 現在時間大約下午3點 我們搭乘巴士回到市區 來拜訪金代絲酒造 這個酒廠非常的有歷史 營運至今已經超過250年的歷史 新系肥沃的土壤跟乾淨的阿赫野川 那這裡的清酒文明 金代絲酒造也是其代表性的酒廠之一 在喝酒之前 我們可以拜訪酒廠內部 了解製作過程 昭和40年的熱酒自動販賣機 那個時候一杯酒只要50塊 然後現在大概400塊左右 你看物價翻漲了8倍左右 接下來可以付1000塊日幣 清酒喝到飽 如果喜歡的口味也可以現場購買 離開酒廠我們可以散步或是搭公車 約半個小時的時間 來到新系式的地標 豬路展覽館 這裡的展望台免費 由於周邊沒有其他的高樓 大家可以無遮蔽地觀賞城市景色以及海景 今天周車勞頓是有點想睡了吧 我們從展覽館步行約15分鐘 來到今晚下榻的飯店 新謝格蘭德飯店 房間寬敞舒適 我們就直接在飯店內的日本料理店靜香安 用晚餐結束第一天的行程 昨天又降下了大雪 讓今天也心系式覆蓋了一層矮矮白雪 我們在飯店吃個歐式或日式早餐 喝杯咖啡看個雪景吧 第二第三天我們的景點距離比較遠 租車行動會稍稍方便 但不會開車的也沒關係 行感線或電車都有到 而且轉成功車都算方便 第一站來到了迷燕神社 這裡是新系線非常知名的神社 據說有超過2400年的歷史 明年新年參拜的熱門之處 一年有超過400個大小祭典 神社紀念的建築有不少超過百年的歷史 有許多為國家登入有型文化財 今天運氣非常不錯 遇到大雪時神社真的非常美 離開迷燕神社 我們開車約30分鐘 來到燕市產業飼料館 對金屬製品 比方說餐具、銅器 稍微有研究的人 應該都會知道 新系的燕市金屬加工業的重要地位 燕市產業飼料館展示了 金屬餐具的發展歷史 以及生活用具等等 還有人間國寶 以及職人的千錘銅器展示品 聽說一件藝術品賣到上億日圓都有可能 那我們也可以在體驗館體驗水杯入錘 就是用錘子反覆敲打銅杯做出圖紋 以鮑勃的美感 大概可以做出300塊日圓的銅杯 比原物料的費用還便宜 大致理解燕市日本知名的金屬工藝之後 接下來我們到ZBAME 39 BIT 一家當地非常有名的餐廳 使用燕三條當地的金屬餐具 享受當地食材所做出來的一代一料理 Bobbo點的玉川堂套餐 看起來很貴 但實際上只需要3,500塊日幣 比東京很多同等級的餐廳便宜 而且精緻很多 吃完中餐我們開車約兩個小時 過行幹線一站加上巴士來到苗廠滑雪場 Bobbo拍攝的時候因為天候不佳 所以到滑雪場已經晚上了 但實際上應該下午兩點左右就可以到達 今天下午到晚上的行程 就在滑雪場度過吧 由於這裡外國觀光客不少 有很多會講中英文的工作人員 可以提供新手教學 讓Bobbo這種滑雪菜鳥也可以學得很快 滑了幾個小時應該也全身疲倦了吧 如果你很愛滑雪 直接留在苗廠住一晚 然後明天再滑一天也是不錯的選擇 但如果你的時間有限 或只想要潛嘗滑雪的話 那滑雪體驗的行程就到今天為止 我們開車或搭公車 來到今晚下榻的溫泉旅館雪之花 我們住的私人房很豪華 設計也非常用心 最開心的地方是房間的木頭浴缸 讓你泡起澡來非常舒適 除了房間以外 飯店整體也讓人感到非常溫馨 還有大浴場 以及三間私人湯屋可以使用 晚餐我們就來使用 月後當地的名產烹調的會吸料理吧 今天也累了一天 吃完飯泡個溫泉就早早睡吧 今天是星系旅遊的最後一天 主要是以自然以及藝術為主 那我們先用飯店提供的 魚沼鏟月光米為主的日式早餐 離開溫泉旅館雪之花 我們前往第一個景點 青金峽溪谷隧道 這個峽谷為日本三大峽谷之一 於1941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家名勝 以及天然紀念物 也於大地藝術季 月後期有藝術三年展2018中 作為藝術品光之隧道進行了改造 光之隧道有六個不同的區域可以參觀 其中最知名的區域應該是位於隧到底部的光之洞窟 透過池水以及半鏡面不鏽鋼隧道的反射 讓峽谷產生如夢似幻的景色 也讓這裡成為著名的IG打卡景點 看不見的泡泡是一個有機形狀的洗手間 邊上廁所邊看峽谷是不是人生第一次呢? 離開光之隧道我們前往美人陵 來場冬天的森林浴 我們在大地藝術及藝術品的月後松之山、森之學校 跟當地的志光會合 穿上他們準備的雪鞋進入美人陵 這裡是一片長著成千上萬顆氣場挺拔的山毛菊森林 由於山毛菊長得亭亭玉麗 也讓這裡有著美人陵的稱號 這裡和春夏秋冬景色都非常不同 找機會抱歐想要不同季節拜訪這裡 中午我們來大馬自帶農舞台享用中餐 月後松帶禮山食堂 本身是由法國設計師Jean-Luc Villemouth 所設計的Café Le Fray 在這個開放的空間想要當地山菜、蔬菜 所做成的鄉土口味料理 農舞台本身也有有趣的藝術品 比方說河口龍夫所設計 全部都是黑板的教室 大家可以拿粉筆到處做畫 Elia & Emilia Kapokov 所設計的The Palace Project 跟Ten Alban Labyrinth 以及2012年底才完成的The Monument to Tolerance 象徵跨越各種種族文化等等的連結 離開農舞台我們前往最後一個景點 月後期有李山現代美術館 這種建築本身是由京都車站 跟雜晃巨蛋的知名建築師 袁廣絲設計的 Wannell是幾件世界知名設計師的作品 有不少可以直接與其互動 包博最喜歡由桑九寶亮太設計的Lost No.6 利用光把物品投影在牆壁上 我們的星系三天兩頁遊也在充滿藝術的氣息中結束囉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讓大家多多了解星系線的美好 在日本旅遊時不妨安排幾天拜訪這些地方吧 我是包博大家再見囉 拜拜